好那我问一下张老师 你怎么观察川喜两人 通了热线之后 一个电话各自表述 目前看起来习近平 算暂时占上风 因为我们之前讲习近平六文 现在看起来电话都能通 代表稳川普这个OK了 而且川普看来 也在电话里面 接受了习近平的抱怨 这个在外交上来讲的话 算是中国外交 至少可以向全世界显示 中美关系并没有到 已经出现不能够沟通的状况 这个可以弥补说 他们没有办法见面 还有签署协议的这个问题 那么第二呢就是说 现在能够初步达成贸易协议 其实对中国来讲 是一个算是进展或胜利 为什么呢 因为川普发动贸易战 本来就是说你中国长期来 不公平贸易 这个智慧财产权准入问题 我用关税让你感到切腹之痛 逼你必须改善这些不合理的问题 所以川普一开始讲说 你们中国偷我们的钱 偷了好几十年嘛 现在这个关税只不过是 你们以前偷我们的钱 还一些回来而已 换句话说真正的谈判是说 中国把那些东西改了之后 不公平贸易的规则改了之后 关税还是可以要维持 因为你偷我的还没还完嘛 川普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就是他嘴农产品嘴太多了 照理说呢 我现在贸易战是 关税对你不公平贸易 所以就事论事 我就是谈你这些不公平贸易 要拿掉哪些 换取我关税 帮你拿掉哪些 农产品本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根本不应该跑到这个谈判中来 而且呢 第二个理由就是说呢 现在中国缺猪肉缺大豆 换句话说呢 在农产品上是中国有求于美国 美国没有趁机台价 趁火打劫 已经算不错了 但是呢 川普不断的强调说 我帮农民赚了多少钱 帮农民赚了多少钱 把这个议题变成一个主要议题 换句话说 好像是这个美国有求于中国了 美国呢 这个透过这个贸易战 让中国多买农产品 照顾到美国农民 而不是美国 大方的让中国可以解决 他国内缺农产品的问题 这个主刻意意味 这个其实对美国来讲是很不利的 因为之后呢 我跟你讨论一个逻辑 当年美苏军备竞赛 然后雷根在那边星际大战 就大家一直在军事上 加码加码加码 加码到最后苏联就倒台了嘛 倒台的内部核心问题是 经济跟财政的能力 没有办法负担嘛 所以照你的逻辑 美中应该来猪肉竞赛 猪肉一直拉拉拉 食品价格一直拉拉拉 拉到大家都吃不起 过不了 那搞不好中国内部就有 经济的这个本质的崩解 或者是内部的伤害 可能有错 你的意思就是说 美国应该用力拉 把所有粮食价格继续拉高 通膨之后4.5%不够 给它拉到45% 看有几个政府可以支撑得了 通膨45% 这当然是比较杀的做法了 这不是比较杀的做法 这还不是一个比较便宜的做法 美国做法是这样 苏联需要跟美国跟加拿大买小麦 买农产品 可是它没有外汇 那它外汇是靠出售石油 天然气赚来的 那时候美国的做法是 联合沙烏地阿拉伯 这些中东国家压石油的价格 逼苏联的这个赚钱减少 出现了所谓逆石油战略 那这个苏联呢 要买的小麦 这个美国不用抬价 只要是维持原价 它的这个石油价格又下降 那这个苏联就吃大亏了 所以那个石油下降 这个它就必须要卖出更多石油 它援助东欧的石油就减少 所以这是东欧最后跑掉 崩溃的一个最重要原因 那么美国为什么有办法 让沙烏地阿拉伯让步 是因为当时伊朗革命 这个沙烏地阿拉伯很怕伊朗会 这个把革命输出到沙烏地 所以希望美国保护 那美国保护的话 当然美国要沙烏地阿拉伯 这个增产石油 这个压低美元石油的价格 这个沙烏地阿拉伯会接受 而且反正它产油国 它石油多卖 它会赚钱 所以今天这个农产品问题 川普有一点小小的失误 就是说他不断的说 要达成协议 要达成协议 换句话说到时候没有达成协议 那这个当然人家会说 中国这个是不守信用惯了 可是也会觉得说 你川普又被骗了 又被美国愚弄了 所以库德路赶快出来 原说只要是中国违反协议 川普马上万箭齐发 其实他已经预料到 就是中国可能违反协议 为了要降低当时美国 特别是民主党 对川普的批评 批评川普又被骗 又被愚弄 明明是会违约的人 你还跟他订约 这你太傻了 所以库德路要赶快先讲说 这个到时候呢 我就万箭齐发 其实已经预料到这个协议 恐怕不见得能够维持太久 好我们稍后再回来